少年一生下来 双眼就充满可怕的魔力 看一眼就能掌控别人生死 本期立歌带来电影《怪物》 儿时的龙野具有特殊异能 他能依靠双眼控制别人的身体 在毫无意识的状态下做出任何的举动 为了保护儿子 母亲将龙野带回家中 可没过多久 父亲就追了过来 他强行拉走妻子 想丢下龙野不管 于是愤怒的龙野用能力控制父亲扭转自己的脖子 见到儿子侍父母亲痛心不已 他想掐死龙野 结果被龙野所控制 受到过母爱滋润的他 不忍心伤害母亲 独自过活总比给别人添麻烦好 所以龙野默默地离开 消失在余夜之中 数十年过后 龙野长成大小伙子 这些年来他凭借一双具有魔力的双眼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随意抢走别人的钱 走到哪儿都饿不着 值得一提 龙野的能力存在副作用 如果使用得越频繁 身体就会逐渐腐烂 现在的他已失去一条腿 只能带上甲只行走 虽然龙野能力非凡 这天他却遇到了克星 当周围的人全都屹立不动时 有一位名叫中医的送货员 龙野的能力对他根本无效 看着中医能随意活动 不受自己控制 龙野的心理十分不平衡 凭什么别人都能被我控制 就你不行呢 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 一辆车将中医撞飞 一切发生的没有预兆 晚上龙野独自待在酒店里 心里想着早上的事情 虽然不知为何对方不受控制 可既然中医已经死了 就没必要多担心 但是遭遇车祸的中医不仅没有死 反而没过几天的痊愈了 原来中医并不是普通人 从小他跟家人坐车出去玩 同样遇到事故 当时全家人都死了 唯独中医活了下来 总而言之 中医的自愈能力特别强大 由于被公司开除 于是痊愈后的中医来到肇事司机家药不肠废 可对方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太好 就算司机的女儿业会拿出全部积蓄想要交给中医 中医也不太忍心收下 经过一番考虑后 中医决定留在司机家工作 毕竟他刚好失业 无处可去 在司机家工作期间 中医与业会直接心生好感 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而且两人的颜值都高 简直是天作之和 下班后 中医准备收拾东西回家 却偶然被龙野看到 他没想到被车撞飞这么远还能存活下来 龙野感到不可置信 于是在一天晚上 龙野闯入司机家中 不但控制业会刺伤中医 还让司机自行跳楼 中医拼命与龙野搏斗 也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司机去世后 中医陷入深深的自责 他将当晚发生的事情全部告知警察 但正常人听完后都不会相信吧 后来中医回到司机家 发现平板电脑录下了整个过程 正当他准备将电脑交给警察时 龙野又一次出现 他运用能力控制两名壮汉 对着中医各种拳打脚踢 但中医并不是好惹的 明白龙野也是靠眼睛施展能力后 中医用亮光照射龙野的眼睛 随后一拳将他干翻在地 为过多久警察赶来 将龙野和中医带回警局 中医试着跟警察解释情况 而龙野则哄骗警察 摘下戴在头上的黑色面罩 施展能力控制警员 朝着中医开枪袭击 本来龙野有机会 亲手了结掉中医的生命 可他并没有下手 而是赶忙逃走 见到龙野逃离警局 中医赶忙追上去 不料却被一群人压制住 由于能力使用过度 此时的龙野 手指已开始腐烂 为赶紧摆脱中医 龙野运用能力 控制一位母亲 将婴儿从高处扔下 中医见状冲上去抱住婴儿 摔在地面上 随后中医 被受龙野控制的人 用花坛给活活砸成重伤 另一边警长查看监控 发现龙野和中医的能力 竟然属于异类 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人世间呢 于是警长多用警力 全程通缉龙野和中医 被花坛砸伤的中医 没过多久就痊愈了 他想让这件事有个了断 便打电话邀龙野出来 决一死战 中医来到约定地点 在一个人潮汹涌的剧院 龙野站在上面 控制着一个又一个的人 自杀身亡 并将这些人的死 归罪于中医身上 此在这时 警长突然出现在龙野身后 用枪抵着他的头 可由于嘴里废话太多 无意间给龙野制造机会 最后在龙野的控制下 警长也随之跳楼自杀 警长死后不久 叶惠急匆匆赶来剧场 原来通过平板电脑 他已得知那天晚上的真相 叶惠想要开枪杀掉龙野 结果却反照龙野控制 看到心上人身处危机 中医却无可奈何 被人海战术所包围 中医根本突破不了 一番追逐过后 龙野和中医来到楼梯走廊 进行最后的对决 中医心想来硬的不行 只好来软的 他表示非常能体会龙野的心情 毕竟两人生来特殊 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知音相伴 中医的聊聊几句话 触动了龙野的心弦 这二十年来 他的内心充斥着孤独 没有人能够理解他 直到中医的出现 让龙野第一次拥有友情的感觉 龙野本来想寻死 却被中医救下 后来龙野被当成实验品 关在研究所 而中医则跟叶惠走到一起 过上甜蜜的生活 一段电影里的伴奏 配上一双冷峻的双眼 一起看透人性的弱点 聆听时钟摆动的声音 吸嚷人群的脚步声 雨滴洒落在地面的声音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可人性没有 不知何时会坠入黑暗 何时会良心发现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雷哥 原作登场 照亮你心